下一场的OEG教授我其实挺担心的 因为这个版本你就算上个赛季打得多好 但是也会输掉 因为这个版本太乱了 你就是常规赛 常规赛的右点就是你准备了很多套路 然后用给对手的话很大概率会赢的 所以我们只要准备好每一波套路 然后没必要被他婉拒去就可以了 加上复苏 剧魔这边来了 就是这一波前期节奏 闪现恐惧拉回来 这个位置 Jacky的位置不是很好 透露间天救了一下 Jacky这边应该想去换了 攒个斧子换不了了 乌鸦先一步逃回去 这波的话 Swift的三级来下是帮忙缓解了压力 防范做得非常好 但是剧魔下路再过来 冰霜之路已经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被拉回来 交了闪现防止被沉没 回身的话是打了条Swift 但上路还是要动 这个位置三枪 奥迪这边先不交易 回到卡下 闪现桶一直交不出来了 在第一时间身上攒不起被动 所以有点虚 看一下上路这波是怎么回事 奥迪在倾向 用了 这个反击风暴交的 其实有点不应该 这反击风暴交的没啥意义 刚才这波 当回放回来之后 您还在上路 他马上有先选魔紧 有了已经 但Swift往上赶了 但Swift往上赶了 这个位置Swift已经赶到了 您现在是没有补过装备的 奥迪跳上来回身 回身是直接打死了 但这样自己也要死 鞠魔柱子卡一下 您这边没有闪见 回身第三枪同志 来W减速到 Swift在这边也追着A不死 这怎么吃不了经验啊 您不打过来 这个线你看他空在这儿 这间钉勾到回来就是一 晕倒 这位置换点燃 有点危险 一起来感觉要死了 哎 最后一下 他还是被收掉了 这位置 对线的一个 如果先手 保来先手他就是死 但是箭模式 没有魔紧条 有被动 他被动没有触发过 我记得 吸了一下大招 先打对方这边 先把自己的被动搓出来 Swift的血量已经扛不出了 对方是有闪现的 A两下之后回身 拼 换了一个 就是贾克在后面看着 贾克跳上来打一套回身 反心碰爆交了 那坚定拉到感觉要死 都不用拉到了 都会直接杀了 派克拿到头 德莱文依然是收获到了这个 赏金 赏金以及全额的人头啊 好舒服啊 这两个组合 这两个组合真的太理财了 德强 末日跳大 跳过来以后 派克交了悠坛前影 拉开了就在身位 回身挂个点燃照 一闪现过去 打了末日一个闪现回身恐惧 现在赏金还在跟他 赏金下一个一捅上去 直接一个大招扫飞两人 派克再拉一下 派克再拉一下 Q起来一个巨模 巨模往后讨一 对护这边被挂了点火 回身雪池 交到雪池以后跑回塔下 对护的雪池推队下落二塔 看看要不要走过去 直接放掉 特务坚定拉回来 过去晕 直接被秒杀 回身的话 这个大招也是收获了赏金 继续追接 伤害非常高 但是一个惊身夺掉了派克的大招 徐伯过来 德莱文还能秀 还能秀 伤害贼高 攻击就拉一下 德莱文还在秀 最后被咬死了 被咬死了 很可惜 没有吸血啊还是 吸血不够高 只有一个雪鬼结账 下落 对护这边先怂一套 后面有队友 招心捅上来 奥迪这个闪现的话 就拖延时间了 上路这边派克跟露露 再一次杀掉了巨模 派克这边在等待队友之后 也配合着露露完成了反杀 露露这个位置有点危险了 走位没有躲掉 如果还有大招的手脸 如果还有大招的手脸 给大招回身上来 点火是挂在了Rookie身上 Rookie这边想在离此以前 换掉 换掉了 第二连 拉家晕 控住中给表了 看一下刚刚这波 就是Q拉过来 一技能过去 直接被表杀了 然后就是 还好有精神 不然这波穿入都得死 在被追击的情况下 砍苏一段 确实这个吸血 不太支撑得上 她如果这波吸血 稍微再高一点 有个吸血 她有个吸血链 但是吸血链现在8% 不够高 然后露露这边支援过来 拍个闪现透露剑钉 拉回来 先杀一个swift 然后是 这波Rookie扛塔扛的有点多了 如果血线再稍微高一点会 这个大招还是大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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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血链这个大招还是打出伤害了 然后回身被勇副钉拉到 给了光业生长 闪现上去 强行追着换 身上因为有个红buff 所以乌鸦被稍微捡了一下素 然后再临死 中路 血链见面直接脚雪纯 又弹前影交出来 挂了点火 一个大招拉上去 派克X的斩杀 是完成了击杀 那德莱文这一波 依旧有赏金 太舒服了 这个赌合 但是咱一下直接捡了个素 下面又是聚模 在单挑战 给下一个人斩子捡的飞起 操作很细腻 但是小宝帮忙解围 把贾克斯拉回去 碰到跳大招 贾克斯拉回身 水银解了一下恐惧 奥迪先被表 贾克斯拉这边实在是跳不动了 还是被收掉了 但这个时候就会已经过来 触发了自己的征服者 闪现过去挑飞了隔墙的聚模 剩下一个没有闪现的小段 在这瑟瑟发抖 一约都拉过去没有晕到 但是封住了走位 目标定死在德莱文身上 团战可以输 德莱文必须死 录录这个位置 防疫上他顶自己 扛了太多塔了 Rookie也是 这样反而是下路奖克斯带塔 好像有点进展 这波可能他拿并换这个塔吗 这打是肯定打不过剑魔的 现在剑魔是有出 诶 没有A出鲜血魔警 独打呀 这个位置没有A出鲜血魔警 独打呀 独打呀 我惊了 没有站起来 因为DukeA了好多那个反心 这位置有TP保 但是保不住啊 没了没了 踢不得下来 这个TP还要下来吗 还下来了 直接交闪上去砍 还差A一下 Snow这边没有死 但露露过来了 这波其实这把 先看一下上路这波 刚才是一个正面的五打四嘛 因为奥迪在击杀完剑魔 选择了TP包 然后跳了一个比较好的大招 德莱文这波在场地中间 闪现交得也晚了一点 闪现比较绝望的是 没有想到后面奥迪的绕后 往后闪也没有 没有了没有了 这波 那样 稻草人跳大 直接往德莱文脸上去跳 但是这波有棋子啊 这个棋子解决不掉了 现在剧魔过来 Jackie Love 跳大跳得不错 Jackie Love被表了 还是这个样子 哇 进去剑魔在砍 但是砍不太动了 不过后期的持续伤害 怎么办 只能卖剑魔了 这一波 但是都是残血 看一下能不能收割 你一线上去 留了一个 还是打不过 这波真的已经是 威胁在绝境下的 最好的选择 他们秒掉了德莱文 刚刚说到这个点 还是让他们找到机会了 但无奈的是在于 前期的一个烈士过于大导致 他们这波聚集所有人之力 把Jackie Love给秒了之后 自己都变成残血了 完了 Jackie Love这一场打完 他的那个 就是AD里平均场军阵亡的数据 感觉要 发生变化 那个最低的数据 感觉现在要升高了一些了 大刀顶自己 然后Swift被勾回去以后 也要被击杀 那德莱文作复活之后 TP回来 最终还是IG 比较轻松的吧 拿下这场BO3的胜利 是的 恭喜IG 2比0 拿下今天比赛的胜利了 那今天比赛打完之后 其实还是暴露了一些问题 就是在二十多分钟的时间点 总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失误 比较浪漫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算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非常可人为控制的 只能说今天IG在 就是IG在拿到比较大优势的情况下 还是松了一些 确实第一局跟第二局中间都松了一些 不过依然是优秀的前期 让他们能够在即使松了一波之后 还能够把他打赢 而且最后一波团战 甚至JKLU是直接被开刀秒掉了 还是打赢了 没那么打输出 还是打赢了 那真的是因为整体的实力跟前期 把游戏的优势拉得太大了 那对于VG来讲 我觉得两局比赛 他们都有为了这个比赛而去准备一些阵容 但是第一局被自己下路的一个冲动交闪 想杀JKLU没杀到的结果 给影响到导致整局的一个落后 然后第二局 我觉得完全是被德莱文加上 就是双人路 对加上这个理财组合 就是德莱文加派克的这个理财组合 VG在选到双法师的下路之后 直接被这个组合给counter了 那没办法 这个组合打你的双法师就是不讲道理 就勾到就文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